欣欣 你在写作业啊 现在差不多要考试了 看你的书包能不能放好点呢 我也说过好多次了 不要放在地上呀 哎呀 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行不行 你看这几天呢 就是刚好是高考时间哦 然后欣欣呢 也看要考试了 你看欣欣这几天写作业 学得好积极啊 好吗 我要去玩这些 在家里不好吗 为什么要上玩这些 我还要记忆你多麻烦 我又有点吵啊 乐乐有点吵 乐乐 你在干嘛 你不写作业 乐乐你不要吵哥哥啊 那个欣欣啊 现在好积极哦 她 她好卷 她除了 你看这里写这个四卷之外 我给你们看一下 你看 欣欣她除了记者写的这个四卷之外呢 她还记者买了一套卷子 你看 有人会给自己给自己买卷子的吗 你买卷子 你买卷子 你买了要要那个 你要写完啊 你买了哪几颗试卷 数学和地理 数学和地理啊 那英语跟语文 买买 我现在就想多买一颗英语 你写不完啦 你写不完啦 你看你这么多人这个卷子 你看这里就有一套卷子了是不是 你看 写不完啦 你先把买的那两颗先写完 啊你行买也行买也行买 买买买买 那我买给你 你可要写的啊 不用白花钱了 要经我的精准估算 我不管 肯定在期末期肯定写不完 那你就暑假再写 哈哈哈 你写不完你这个暑假写 你要买的 不是别人叫你买 逼你买对不对 不管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乐乐的复习状态 乐乐 好像说你们这期学期的那个考试啊 老师非常重视啊 好像也抽中啊 那个什么抽签的是不是 抽考的 哦你就一起在玩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在做写中业 在这里复习呢 结果呢 你就在这个做本练习册上面 玩你的玩具 其实乐乐他们班呢也是非常卷的啊 你看这里有一套试卷啊 这一套卷子 然后他们老师呢 还给他们买了一套卷子 还有家长自费买的 乐乐 你不要一直玩这个玩具 写作业乖 你看一下 乐乐跟希希的鲜明对比 你看 希希那人认真学习 成了一个卷王 你呢 你就卷你的玩具 是吧 乖乖 看来写下你的作业 你看这么多 这么多 你还不写 哎呀 乐乐呀 你什么时候能积极一点呢 哎呀 题目考试马上就到了哟 同学们你们复习的怎么样呢 玩这种希希 复习感觉好像还挺积极的啊 就是乐乐同学 不行天天在那打酱油 大家一起努力 在争取这个期末有好的成绩 你这些时候 你再继续 你这些继续